上学 贝贝熊系列总书 美国的斯坦博丹 简博丹会著 张德琪等翻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这条书在 京东淘宝也都能买到正版 希望大家支持 贝贝熊一家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夏天 他们在湖中游泳 划船 在森林中野餐 在金色的小路上漫步 现在夏天就要过去了 天凉了下来 空气里也有了一丝凉意 鸟儿开始南飞 大树屋上的叶子也开始变黄了 他们作为这树不是一个活的树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 小熊哥哥说 暑假过够了 想回去上学了 熊爸爸说 这话我爱听 学校也快开学了 听到学校两个字 小熊妹妹竖起了耳朵 熊妈妈注意到了这一点 说真的 明天我要带小熊妹妹去见见新老师 今年小熊妹妹该上幼儿园了 她不清楚自己会不会喜欢那里 小熊妹妹喜欢跟爸爸妈妈待在家里 喜欢看书摆动玩具 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 该睡觉了 小熊妹妹问 妈妈 学校会是什么样的呢 明天就知道了 说着 熊妈妈给她盖好被子 亲了亲她 到了晚安 第二天 熊妈妈和小熊妹妹带上午餐 沿着蜿蜒的土路向熊王国学校走去 秦杂公卡斯正站在梯子上维修房顶 熊妈妈说 你好 这是小熊妹妹 下星期就上幼儿园了 卡斯说 欢迎有你 通密小姐是幼儿园的老师 她在里面呢 通密小姐用欢快的声音打声说 你们好 进来吧 随便看看 小熊妹妹觉得 蜂蜜小姐的声音有点吓人 但她还是让蜂蜜小姐牵着她的手 进了幼儿园 教室很大 也很漂亮 窗帘是黄色的 桌子和椅子都刚好适合 小熊妹妹这么大的孩子 坐下来吃午饭 小熊妹妹问 幼儿园里都干些什么呀 蜂蜜小姐说 讲故事 唱歌 学字母 画画 玩游戏 做泥塑 摆鸡木 好玩的东西可多了 这些都是小熊妹妹喜欢的 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颜料罐 这么漂亮的鸡木 还有一大桶黏土 该回家了 小熊妹妹想 学校看来也挺好玩的吧 这幼儿园能称作为学校 该去幼儿园的那天早晨 小熊妹妹又开始担心起来 妈妈我要是不喜欢学校怎么办 怎么办呀 莫莉你是喜欢幼儿园还是喜欢学校啊 我喜欢小学 OK 这时一辆黄色的大校车停在了树屋前 小熊哥哥说 别担心 学校很好玩 你会喜欢的 快走 不然就赶不上车了 她一把拉住小熊妹妹的手向小车跑去 每过一会儿 车就停下来 就有一些小朋友上车 大部分小朋友都和小熊哥哥一样激动 但也有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和小熊妹妹一样安静 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多 车里也越来越热闹 小一点的孩子更安静了 坐在小熊妹妹旁边的小孩一脸周龙 小熊妹妹常常笑了笑 握住了她的手 车终于到了 熊王国学校看上去很漂亮 亲杂工卡斯修好了屋顶 粉刷了门窗 修建了草坪 蜂蜜小姐把教室布置得漂亮极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苹果 蜜蜂包 哦呀我刚才还想读这本的时候 那个开场白说 家常读书 大家感谢一下那个 雨中狐狸啊什么 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展开了锅 两个孩子争抢一辆自动习火车 还有两个孩子争着看一本书 一群孩子都想先玩寂寞 真是热闹极了 突然一个清脆欢快的声音响了起来 该听故事咯 蜂蜜小姐叫所有的孩子到图书角来 这一喊教室里惊了下来 听完故事 小熊妹妹把所有的东西都玩了一遍 他画了一幅画摆了一个鸡木城 用黏土做了一个超大的炸面饼圈 看了几本书 家餐了 他把面包和蜂蜜吃了个金光 我确实他美美的睡了一觉 有些就死我睡着 我的家 一天结束了 小熊妹妹和小熊哥哥一起下了车 小熊妹妹很兴奋 举着一幅画 叫爸爸妈妈看这是我在学校画的画 我以为那是最后一页 然后认为读完了我可以休息了 所以特激动然后就读错了 过了几天天气又转暖了 出球的天气有时就是这样 吃早饭了 小熊哥哥烦躁不安起来 还是暑假就好了 今天就不用上学了 诶 刚才小熊哥哥不是想 喜欢上学的 什么情况 小熊妹妹说 哥哥走吧 学校可好玩了 快走 不然就赶不上车了 车上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到学校要干的事 练足球 科学校发明 上音乐课 各种各样的活动 小熊哥哥想 妹妹说的对 学校真是挺好玩的 黄色的大校车 载着他们向熊王国学校驶去 这本书是中英对照 但英文在后 希望大家到京东淘宝 什么样的学校也能买到吧 支持这个的正版吧 这条书挺有意思的 希望很多人开始阅读 学习思考 好 嗯 我们的休息之旅 刚刚开始 Bye Pea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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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